桃園電子報的讀者大家好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環保局局長陳世偉 局長來跟我們聊聊最近大家比較關注的一些環保的議題 說實在因為像今年3月的時候 因為野白廠的火災的問題 大家有什麼回頭想到要關注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火花火 對在形容在中間 今年剛好遇到要整個大翻修 叫整改整體翻修來整改 因為這個爐子已經大概有24年的年紀了 所以一個設備到了20幾年 通常大家會有一些的老舊 所以我們希望說藉由這次的整改 就是等於大翻修 這個新農公司把一些新的技術引進來 那這些設備可能都是以前20幾年前的設備 那你要經過一個比較新的設備 跟新的技術進來之後 你可以用最小的耗耳 發揮最大的功能 我們的垃圾的燃燒量 這邊剛好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說在新榮 就是目前中立這個爐子 大概一天可以處理到1300噸的垃圾 那我們桃園一天目前產生的垃圾量 大概就是1300噸 另外一個在觀音這邊的一個叫做熔頂 升職能中心 那這個升職能中心 它其實容量就是處理600噸 所以你剛才算起來1300噸 再加600噸就1900噸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中立這個爐子 因為年紀大了 所以它常常會故障 所以故障的話 故障有可能一個爐子要停下來 甚至兩個爐子都要停下來 你即使一個爐子停下來 即使的處理量也不夠 因為在升職能中心這個部分 我剛才提到它一天有600噸 但是在600噸 目前依照試運轉計畫 跟未來合約的規定 它可以容許它去收試驗廢棄物 也就是說它一個爐子 可以收我們一般垃圾的量 大概只有一半 或者是四分之三的量 因為它是等於是OT的方式 OT的方式在民間業者 當然是希望能夠賺錢 它收試驗廢棄的處理價格會比較高 所以你們在紀錄北陶會議上 你有討論過合作的嗎 因為桃園的爐子大概都是OT 不管是新農或是未來榮頂都是OT 但是台北市跟新北市 它們各有三個公有的風化爐 另外基隆也有一個爐子 它的爐子的容量是比較大 因為基隆人工量那麼多 但是它們都是有一些條件的限制 總不能都是只燒你別縣市的 然後不處理我們自己縣市的 希望在那個額度範圍之內 有魚翼的容量再來幫我們桃園燒這一塊 我們風化爐燒完之後 會有所謂的底渣 其實像台北或新北 它們這個底渣就要運出出外面 給外面的地方 現實這種有魚翼的容量來收 那我們桃園現在是因為做航空城的關係 這些底渣其實底渣到我們桃園來 我們經過加工之後 可以變成是比如說路面 或是建築的幾塊料 我們家就只有在利用 讓它重生就對了 所以如果是台北市來幫我們燒垃圾 或是新北市來幫我們燒垃圾 那我們就用比例的方式 比如你幫我燒一公斤的垃圾 或一頓的垃圾 我幫你收幾頓的底渣回來 另外就是我們桃園也有所謂的處理機構 我們處理量蠻大的 蠻有規模 到行政院經濟部這邊很多獎項的認定 現在現有幾家做這個廚魚 我們桃園一天的廚魚 產生量大概80噸 現在我們這幾家的公司 可以處理的廚魚量 已經超過200噸 所以我們現在也跟新北市在合作 就是說如果新北市的廚魚 他如果沒辦法消化那麼多 我們討論這些產品可以幫我們做 那我幫你說廚魚 你可以幫我少一些東西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當然希望說 熱色野培廠盡量不要來用 對對對 我們現在要把對峙的熱色進行安排 我們現在要把對峙的熱色進行安排 所謂降降 就是能夠燒的話就把它燒掉 那把這些野培廠盡量把它複裕 變成是濾色的公園之類的 那這個要一段的時間